接下來的話有三個問題 我希望得到三個答案 當然不是叫你塗髮煉鋼 OK 而是希望你要能夠 怎麼得到這個前面的資料 那當然我們第一個可以想到說 我可以插入函數 可以用那個文字類函數有沒有 那如果要取左邊的資料 比如說LAPT對不對 可是LAPT這個函數的話 它基本上會問你說 你要左邊算過來的幾個字 但是目前我不確定啊 所以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它知道 根據不同的資料 要取得不同的資料位的長度 那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配合另外一個函數 叫做什麼 叫做FINE函數 有沒有 FINE過頭了 FINE在前面 F開頭了 那當然了除了用FINE之外 其他意義也還有別的 不過我想到應該這個FINE函數 真的是蠻好用的 而且蠻常會 因為你的資料也許 可能是固定的字的什麼位置有沒有 那你再把它往前 或者往後不就好了 那你有一個規則 你只要找到前刮虎 前刮虎是第幾個字 第五個字嘛 那你把它這個位置-1不就好了 -1之後不就4嗎 那這個第四個字-1不就3嗎 有沒有 那這個呢6嘛 6-1不就5嗎 不是剛好 所以第一步的話你可以先做什麼呢 先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給它相關訊息 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要找什麼字 那我要找前刮虎 所以你在這邊請你打一個前刮虎 不過這個前刮虎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刮虎不是半型 看起來應該比較寬嘛 所以應該是全型 那如果全型的話呢 一般我如果用那個新注音 一定是前導字元 前導字元是escape的下面這個嘛 有沒有 它會escape的下一個嘛 然後按shoe加上9 這個就是全型的 有沒有 全型的喔 如果你是半型的話是長這樣 這個就半型沒有前導字元 那差別就是你會發現這個很短 你們一點點而已 那如果全型的話 全型是這個加一個scape加上9 看起來就比較寬一點 你把它選一下有沒有 它就一個字的寬度了 這個有點像一個byte兩個byte的概念 然後呢 當然前後要加雙引號 因為它要test 不過因為fine函數會自己加 所以我就不加讓它幫我加 有沒有它自動會幫我加 欸 你要找前刮虎 第二個問題是wisync 你要去哪邊找 在這個儲存格幫我找一下 它會告訴你說呢 你的位置在第五個字 有沒有 就ok了 第一個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star number 就是你要從哪個開始找 那如果你假設沒有給它任何資料 它從1開始 所以我們1開始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供下來 不需要給沒關係 好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得到5 5的話就是它前刮的位置 可是我要的剛好是前刮的位置前一個 所以你把它-1不就好了 所以這邊再把它-1 那就是4嘛 那你再把這個4的訊息怎麼樣 把它剪下來 就是等號不要選取 等號後面 再插入什麼呢 lapped函數 ok我習慣是先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就用那個lapped 那把它先貼到哪裡 貼到幾個字這裡 就是這四個字嘛 那從這個b2裡面去幫我取四個字 那得到的就是這幾個字 按確定 其他點兩下嘛 理論家應該就全部抓到了 有沒有 三個字都ok 五個字都ok 有沒有 底下應該都ok啦 不管它有幾個字 反正它的規則是ok的 有沒有 那就系數就ok了 所以公式第一個ok了 第二個的話年級 那年級怎麼辦 年級你說老師那它不是在lapped 它也是在right嗎 第一個是right 但是這個就不是right 因為它後面還有個甲 或者乙丙等等 有沒有 那所以它應該是middle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顯然就不能夠用right okright不行 所以我要的位置有沒有 我要取這個2啦 取這個4啦 取這個3啦 取這個1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取 嗯 當然喔 其實同樣的方式嘛 你說老師那我全刮符 再往後面幾個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有點 有點遠耶 你乾脆找後刮符算了吧 有沒有 所以後刮符這個字 下一個是空白 所以這邊有一個隱藏的空白 看不到 然後你可以把它選一下 空白的下一個字 所以接下來一樣 怎麼做 一樣用fine函數 所以插入函數 一樣用那個fine fine後刮符算了 我們用fine 然後fine什麼呢 fine後刮符一樣 前導字元 escape的下 記得我是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新注音喔 如果你假設 你說老師那可是我不是用新注音 我可能用別的怎麼辦 沒關係它有個方法 你乾脆把這邊複製算了 有沒有 這不就是後刮符 Ctrl C比較好了 OK有沒有 然後你在這邊插入這個fine函數的時候呢 你就把剛剛複製的東西貼到這邊來比較好 有沒有 這後刮符 絕對不會錯 不會錯 如果你沒辦法分出全形半形的話 那你就用貼的嘛 絕對不會錯 然後在哪裡找 在這邊找 他會找到後刮符的位置在這裡 第七個字 那我要的字剛好是在第七個字 下一個字第八個是空白 所以它是第九個 所以第九個就對了 加二不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把它再加二 這個就是它的位置 那利用它的位置怎麼辦呢 一樣把它剪下來 這個時候再插入另外一個函數 那就不是laps 也不是right 它是在中間 所以在mid middle函數 OK按確定 然後middle函數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它的位置應該是star number 就是貼到star number的這個地方 OK第九個字 然後第一個問題說 你要取的字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b2給他 請你幫我把這個資料 取得它的第九個字開始算 然後取幾個字呢 我只要一個字 所以這邊輸入1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下方 有沒有看到得到的是你要的二年級的這個訊息了 OK 把它按確定 把它向下填滿 看一下 資料很快的就ok了 再來的話就要取得瓜阿虎裡面的資料 瓜阿虎裡面的資料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取前瓜阿虎的下一個字 或後瓜阿虎的前一個字 反正都可以啦 只是說哪一個簡單呢 好像比較直接用前瓜阿虎好了 OK 所以一樣的方法 如果你會用這個函數的話 那我想你同樣的方式 應該也可以取得瓜阿虎裡面的數學的這個訊息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取得瓜阿虎裡面的訊息的話 那一樣呢 我一樣先找到它的前瓜阿虎好了 所以一樣用phine函數 phine什麼 phine前瓜阿虎嘛 OK 那我用新主義 前導字元加一個shift前瓜阿虎 Enter一下 好 那前瓜阿虎有了 然後這個前瓜阿虎也在第五個字 那我要的字應該是第五個字的下一個字 OK 所以我就按確定 然後下一個字就把它加1 就是它下一個字 把這個位置剪下來之後 再利用什麼 利用mid就可以了 因為它不是在lap 也不是在right 它在中間就是mid 所以mid我發現用的積略會比lap跟right大很多 因為大部分資料都在mid比較多 OK 那資料在這邊 那我要的位置在這邊 把它找到第六個字開始 那幾個字 因為裡面只會有一個字 所以你就輸入1 得到就sure OK 然後你就把它按確定 這樣的話 結果就OK啦 就可以把三個我要的資料 就把它取得了 那這一題的話跟上個禮拜有點不太一樣 上個禮拜是把三個合併在一起 這邊是把一個分成三個 所以啦以後我跟各位講 很多機會你看到工作上會做報表的時候 多半都是分來分去 合來合去 如果你這次都會的話 真的很簡單 兩下就OK了 那當然你如果不會的話 那你可能每天都會的這些東西 這很頭痛 OK 因為最後老闆 你的主管 你的老闆 可能會希望你把報表給產生出來 統計出一個 比如說我想知道一個訊息 到底我們選課的人 哪個科系最多 這個對於我上課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比如說我知道哪個科系的人最多 那我當然會比較有一個底 OK 然後哪個年級最多 或者學碩士 比如說學士班 碩士班 甚至有博士班的 多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叫因材施教 OK 這樣的話我覺得會比較能夠得到很高的滿意度 當然我其實上課我不是刻意要一定要滿意 我只是覺得我上這樣我覺得滿開心的 大家都聽懂 那當然我也覺得是一個很快樂的事情 就像工作 以前我覺得工作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只是為了賺錢而去工作 我覺得得到成就感 這件事情還滿重要的 得到肯定 當然如果你又得到肯定 然後又可以賺很多薪水 很多錢 每天很開心 感覺真的很滿好的 這我回想起來 我剛開始就業的時候就有這種感覺 我每天做 因為我做我喜歡做的事 我每天很喜歡寫程式 對不對 然後我老闆給我 每天做我喜歡寫程式的工作 然後每個月又給我很高的薪水 很多的報酬 我會覺得實在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 OK 這樣相對的你就不會覺得很有壓力 不過我是覺得 當然你一定還要找到自己的專業 不過這個專業 還有你的興趣 恐怕還要考慮到一點 就是現在整個社會的趨勢 因為這個趨勢就是需求 需求多的話 薪水相對比較不會差 可是如果那個需求不多的話 變成說大家都搶那個飯碗 搶那個位置 那你一定會怎麼樣 不一定會搶贏人家嘛 要不然的話就是他薪水不一定會給很高 OK 所以你要想說哪一個方向 哪個工作 剛好是目前最夯的 可是卻不一定找得到人 那你就先準備好的話 哇 比如說可能他需要一堆 可能十個工程師 但是他怎麼找 就只能找到一個兩個三個 那當然他一定要提高薪水 才能夠找到更多人嘛 OK 重金之下當然才有勇夫嘛 如果沒有給高薪水誰要來 這個也是我剛就業的時候有這種 因為我最早那時候寫的就是寫V 我們現在學的是VBA 可是我寫的是VB 那時候會寫VB的話 其實也是類似狀況 就是需要可能有十個 但是只能提供一個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覺得還滿夯的 所以我那時候好像才剛進入到 第一個公司的時候 就每天還是一繼續接聽 因為我忘了把104關掉 就一直還有很多公司一直找 你要不要來面試 我說我已經就業了 甚至還有公司說 沒關係你來看看 你可以再跳到我們這邊 如果你覺得環境更好 我發現有一家公司真的太積極了 打一次不夠再打第二次 打第三次 好啦我想一下 然後我終於去了 結果真的就跳槽了 然後他就給我很 我才去第一個公司沒多久 他就給我更高的薪水 而且環境看一下 更好 而且裡面的人都很好 那我當然想一想 好吧 那我就跳了 對不對 所以跳槽 跳跳跳跳跳 心水就三級跳了 感覺還滿好的 不過前提就是剛好 那個時間點需要那樣的一個技術 OK 不過你剛好學會的話 那當然是更加分 那以目前來看 Excel是絕對最低限度了 哪個工作不用Excel 我想應該很少 因為Excel在企業的試占率占95% 也就是幾乎每個公司都會有這個東西 試算表 即便不用Excel 他可能也一定會用試算表 也許他可能用另外的 可能Google Sheet 就是Google試算表 不過道理差不多 OK 像Google試算表裡面公司一模一樣 其實只是差別他沒有辦法做這個插入函數的動作 他沒有這個視窗 變成你要從頭自己打 OK 所以我覺得難度會高一些些 那Excel會比較友善一點點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這三個先完成一下 另外如果你假設要參考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我有把這個公司一樣放在雲端白板 這邊有一個就是範例選客資料 這邊有一個公司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好了 那如果我希望知道說那個系手的占比 當然全部太多了 所以我把它稍微縮小 可能抓出那個前五名的 我就知道說原來學我的課的 哪個科系的最多 OK 那這樣我就大概知道一下 每一個學期 需求最大的是哪個科系 那哪個年級的占比最多 OK 比如說可以畫個占比圖吧 那也許你可以畫個圓 也可以用環形圖 反正只要能夠減...